欢迎大家收看世界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广东汕头发生五级地震 天文台接获数名市民报告 德桑蒂斯攻击哈利 针对中国巨石在南卡 防务专家对据称朝鲜向俄罗斯提供武器支持的潜在影响 表示怀疑 请大家收看 广东汕头发生五级地震 天文台接获数名市民报告 星岛头条 广东汕头发生五级地震 据中国地震台网址 周一23日凌晨30半 广东汕头市南澳县海域5.0级地震 震源深度约10公里 香港天文台的初步分析 23日上午30.20分 中国东南部近岸发生一次5.0级地震 震中位于北纬23.32度 东京117.39度附近 及汕头之东约71公里 及距离香港至东北偏约350公里 震源深度约10公里 香港天文台接获数名市民报告 表示感到轻微震动 震动维持数秒 初步分析显示本港的地震烈度 未修订麦加利 地震烈度表的第三三度 及室内有感 类似小型货车驶过的震动 德桑蒂斯攻击哈利 针对中国巨石在南卡投资 雅虎 据CBS新闻报道 支持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 德桑蒂斯在他被怀疑将参选2024年总统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Pod正在播放一则广告 针对前驻联合国大使尼基 哈利·尼蒂·黑利 他也被怀疑将参选2024年总统 这则价值250万美元的广告 将在周日的CBS60分钟节目中首播 并将在爱荷华州和新罕布什尔州的CNN 福克斯新闻和Newsmax上播放 广告主要针对一家中国玻璃纤维公司 中国巨石China Juicer 该公司在2016年 在南卡罗莱纳州投资了3亿美元 建设一家生产工厂 广告将该公司称为共产党所有的高科技公司 并提到其与美国陆军训练中心的接近 广告还提到了CEO张艺强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 哈利的发言人将这则广告称为绝望和失败的罗恩 德桑蒂斯的更多谎言和虚伪之举 两人在外交政策问题上存在分歧 哈利称中国是最大的国家安全威胁 而德桑蒂斯在担任州长期间对中国采取了强硬立场 防务专家对据称朝鲜向俄罗斯提供武器支持的潜在影响表示怀疑 根据情报报告 朝鲜已经增加了对俄罗斯的武器供应量 包括海运和铁路运输 前乌克兰国防部长安德里·扎霍罗德纽克表示 尽管朝鲜拥有大量苏联时代的武器和军事装备 但很难判断供应给俄罗斯的武器的质量 扎霍罗德纽克表示 这些供应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斗能力 不太可能产生重大影响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你们常见的简报观察员 今天我们先来总结一下今天的新闻 首先 广东汕头发生了一次五级地震 香港天文台接到了一些市民的报告 对于这次地震 初步分析显示 香港地区的地震烈度为三级 即室内有感 类似小型货车驶过的震动 接下来 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的 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POG播放了一则 针对尼基 哈利的广告 这则广告指责哈利与中国玻璃纤维公司 中国巨石有关联 并将该公司称为共产党所有的高科技公司 哈利的发言人则将这则广告称为 绝望和失败的德桑蒂斯的 更多谎言和虚伪之举 最后 朝鲜增加了对俄罗斯的武器供应 包括海运和铁路运输 不过 防务专家对于这种供应 是否会对俄罗斯的战斗能力 造成重大影响 表示怀疑 那么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些新闻 首先 地震是一个常见的自然现象 虽然这次地震在汕头引起了轻微震动 但并没有造成重大灾害 我们应该关注地震的频率和强度 并做好相应的防灾准备 接下来 德桑蒂斯对哈利的攻击广告 显然是为了削弱他的竞选前景 然而 这种攻击手段 是否真的能够影响选民的选择 还有待观察 我们应该关注候选人的政策和能力 而不是被攻击广告所左右 最后 朝鲜向俄罗斯提供武器支援的消息 引起了一些关注 然而 根据防务专家的说法 这些供应对俄罗斯的战斗能力 不太可能产生重大影响 我们应该关注的是 朝鲜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 以及他们对地区安全的影响 总的来说 这些新闻提醒我们 要关注地震灾害的预防和应对 以及选举中的攻击手段 和真实的政策内容 同时 我们也应该关注国际局势的变化 以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最后 我们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分享你们的想法和观点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 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eat.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各种简报